第五百七十七集 安夜君王陨落了 长存世间 活了四千多年 几乎无人可应其风 但却败亡了 四千多年不朽 号称无敌的中州双子王 就这样成为了飞回 几乎让人不敢相信了 所有人都在议论 中州的王死于非命 身穿古之圣贤的神衣 都被击毙了 深深地震撼了每一个人 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位僻逆人世间的王者 永远地成为了历史 他的鲜血与威名 铸就了另一位神王的伟大传奇 耻地一声 神城正南方向 一道灌冲销的龙行血气 暗淡了下去 而后彻底熄灭 预示着 第三位绝顶人物 从人世间出名 有一位大人物死了 人们很难想象 今夜过后 天下会有怎样的可怕波澜 圣主级人物 是这片大地的主人 而这一夜 却接连被抹杀 必然会引发轩然大波 绝对会震惊天下 此刻 江家的人终于不再紧张 神王逆转战局 凭借一己之力 击毙了爱业君王 让他们都有些不相信 可惜 未能将那件大地圣兵留下 不然这个世界 还有谁 与我江家为敌 这是江家不少人的心声 十三圣主级人物 到底有怎样的来头 神王宗主 为什么不留下他们的性命 查出他们的来历呢 江家的一位 年轻的修士 心有不解 这一夜非常憋屈 他想知道 幕后的敌人 到底都有哪些 江云看了他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其他老辈人物也都沉默 同为年轻一代 神王后人 江亦妃意在现场 他颇有江太虚的神韵 同样的风神如玉 除非我们能与整个天下为敌 十三位圣主级人物的名字 不为世人所知 就这样陨落算不得什么 可一旦当众彻查出来 就等若与他们身后的大势力撕破脸皮 唯有一战了 江家传承了十几万年 可谓是鼎盛至极 足以威慑东荒 纵然是在诸圣地中 也属于极度强横的超然存在 可是他们绝对没有独抗诸圣地的实力 万一查出几个圣地参与在当中 将会引发海啸一样的大战 绝代神王是何等的人物 恐怕在交手的过程中 早已洞悉了这些人的来历 但是他不会说出 唯有全部斩灭 无论这些人来自中州还是东荒 神王都毫无忌惮 这样杀也就杀了 没有任何皇朝与圣地敢跳出来指责 撇清还来不及 吃着一口 第四道贯穿天地的血气 暗淡了下去 有一位大人物成为历史的尘埃 随后 粗大如山 冲入云霄中的磅礴血气 接连熄灭 时间间隔并不是很长 死了 都灭亡了 几位圣主级人物没有一个活下来 绝代神王 绝世风采 一个人连杀了十三圣主 斩灭了三个老妖孽 立弊中州暗夜君王 这是何等的疯子啊 神城内 所有人都震惊了 神王复生 这一夜间竟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 实在是撼动人心 全都熄灭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 这可都是当时的霸主啊 这些雄主 足可以横扫天下 几乎无人可以与他们争锋 他们是当今的决定战力 可惜遇到了绝代神王 注定了难以改变的结局 叶凡也心有震撼 神王英姿 谁与争锋呢 便问当时 还能找出几个这样的人物来吗 此时 他早已与离火神炉失去了感应 那尊神秘的火炉 像是有生命一样 与横与炉 一起自行追随神王而去 这一夜注定无眠 没有一个人可以平静 绝代神王惊艳天下 让所有人都心潮澎湃 天雨中 一条孤寂的身影走来 白衣裳血迹进去 黑发轻舞 神王没有大战获胜后的喜悦 有的只是无尽的落寞与悲凉 他来到画龙池前 所有人都拜了下去 怼他行大礼 每一个人都很激动 神王让他们起来 而后来到那些破碎的血泥前 一声轻驰 身体光芒万丈 将这里完全净化了 神王宗族 您不必难过 所有弟子都甘愿为救您而来 能够处理 使他们最大的心愿 江云 他不想神王为此而消耗生命精气 损了自己原本就极度亏空的身体 我不知道是否有轮回于转身 若是有 我已施出古经中的尽数 报他们平安而去 江太虚心有伤感 这些子孙都是为他而死 神王宗族 您不必如此 第九大寇江云也上前劝道 前生虚亡 来世飘渺 人只能整今朝 绝代神王脸上写满了倦意 而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神王宗族 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一阵大落 在天色将亮时神王行转 他冲上高天猛力一阵 赤下眼过神城 几道神威朝夕起伏 最终彻底消失 被镇压的神城解封 终于与外界相通了 也凡二话没说 当下既出玄宇台 就要横堵虚空 因为他觉得神王状态不妙 他无法确定 神城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大波澜 你无需走 神王的声音忽然在他心中响起 声声地让他停止了动作 小有的大恩 我们还未报答 你莫要离去 将家的人也都开口相拦 神城解封的刹那 不断有人横堵虚空而去 消息传向四面八方 北域震动 东荒震动 中州也生出了天大的波澜 这一日天下皆惊 十三位圣主级人物 一夜间被一人杀死 这简直像是天方夜谭 几乎没有人敢相信 东荒发生了最为恐怖的大地震 所有人都呆住了 每一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巨异 诸多门派都心惊肉跳 附生的神王一人造成了如此可怕的后果 只要是修士 莫不悚然 中州也引发了轩然大波 万叶君王是谁 那是天宗王者 老是人世间四千多年 难逢敌手 最终却与其兄一样 死于东荒 世间有传言 太阳君王与爱业君王何比天下无敌 是天生互补的王者 可惜终究未能现出这一盛况 被分别击杀了 不过 人们却在期望他们的后代 说不定还会有双王出现 东荒大地震 各大势力皆不能平静 江家圣主第一个带人赶来 江人你还有脸来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第九大寇历声贺问 他反出江家 与圣主一脉有直接关系 非是我不来 而是无法来 你可知家族遭遇了什么 大敌登门 诸多恐怖人物出现 与我们对峙 家族底蕴力量差点尽 什么 旁边江云吃惊 江人跪拜 参见神王宗祖 江太虚点头 让他起身 他没有离开神城 而是坐等天下诸圣主来朝拜 也唯有绝待神王 感如此 紧接着 遥光圣主 鸡家圣主 晚出圣主 资府圣主 一以求见